詞曲 李宗盛 很高興的松山一段祝福 我是林佳鴻 認識松石鳥是在2012年的個展 那時候展覽完結束的時候 要送花到松石鳥 那我來到了東門街的院所 那時得知是醫院 覺得是一個人病病的一個空間 但是來到這裡以後發現 這裡反而像是一個旅店 因為在這裡的布置很溫馨 那接待人員都很親切 那我仿佛來到一個民宿一樣 那在這個空間裡 我感到非常的自在 溫馨 那 而後的2013年 我送花來到了新的院所 那時候醫學弟子來到了新的院所 當然 第一印象會對 會被胸圍外觀所證 震撼 當我來到內部的時候 更讓我驚嘆不已 大多數的 我相信大多數的醫院 沒辦法做到這樣的一個 無為不治 等下說 往回廠的細節裡 我想 最能應承 松石鳥給一個觀感 那在這裡 除了整個外部的空間 內部的一個 白色 當然驚嘆不已以外 因為掛畫的關係 很幸運來到內部的座位空間 整個座位空間 非常開放式 那 完全沒有拘束感 那我都覺得 該是羨慕起 這一上班的員工 但對 那 很高興能送他 這段祝福 也祝松石鳥在未來 紅圖大展 一帆風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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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